投票所涌入排隊人潮 不过台中却传出有民众没拿到政党票 被投诉的地点位在台中文昌国小976投票所 民众指控家人有原住民身份 投票时没有拿到政党票 反而是多拿了一张区域立委选票 事后上千反映 选务人员才终于补给他 后来他出了投票所的门口就跟我说 我没有政党票 我说不怎么可能 他就再去跟选务人员反映 后来就补了他一张政党票 他总共投了总统 民地人住民区域立委跟政党票 投了四张 北吞区公所坦承 确实是选务人员一时疏忽 不过在反映过后就已补上选票 但民众指控类似乌龙也发生在自己身上 民众表示自己裁钢签户籍一个多月 按照选务会规范只能投总统及政党票 但选务人员却给了他总统票及区域立委选票 我家人前面一个已经领错票了 你还给我错个票 经过好几分钟 他们是你看我我看你之后 后来才发给我正确的选票 所以不会是他们根本就不晓得 不分区域的立委跟区域立委 选票到底长什么样 如果选民朋友 你去投票所投票 如果有疑问 你可以直接用书面根本法令 那我们会帮你查询 针对本案 选委会尚未接获相关情资 同时也强调若民众有任何疑虑 都能提出书面申诉 将进一步调查厘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knots 一種報導